好 馬上進到今天的新聞的重點 我們先來看到有關於這個海基會 因為賴清德上任之後 大家都在看 他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兩岸關係 尤其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已經讓陸方非常的不滿 讓他就職幾天之後 就開始來進行圍台軍演 所以在兩岸關係的部分 大家對賴清德的信心指數 到底有多高 而賴清德對大陸的態度 如此的鷹派 那麼現在找海基會的新的董事長 鄭文燦接任之後 到底有沒有辦法 能夠順利的環節兩岸的緊張局勢呢 我們要來看到鄭文燦 他是在昨天正式接下了海基會 董事長的重責大任 而現在海基 海協兩會 已經中斷協商八年的時間 鄭文燦上任之後 能不能夠把這個中斷協商 改變為恢復協商呢 那麼他也是來針對這個中國時報 也對他來進行專訪 我們來看一下鄭文燦怎麼說 他說兩岸之間交流是可以減少意外的 能夠降低風險 希望讓和平成為兩岸共同的語言 這個是海基會的最高目標 同時鄭文燦他也是綠營少見 閱讀紅書的 因此他是不排斥中華民國對於陸方 這種支中派的鄭文燦是能夠展現出一個比較溫和的態度的 同時鄭文燦也喊話陸方要讓海基會的中層人員能夠以混團的方式到大陸來關懷台商 以此踏出兩岸恢復互動的第一步 那麼前海基會董事長李大維就說 鄭文燦是眾所周知的支中派 有豐富的兩岸交流經驗 所以看到呢 這個鄭文燦上任海基會董事長之後 大家對於他口中所謂的春暖花開 看起來比較能夠來當一個潤滑劑 但是不曉得大家怎麼樣看待這個狀況呢 我們今天一早也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栗將軍 栗振傑將軍來到了我們的現場 我們也請將軍能夠先跟大家問聲早 各位觀眾大家早安 是有栗將軍 我們看到這個昨天鄭文燦是正式的接任海基會的董事長 您自己怎麼樣看待這樣一個人事安排 就是說面對兩岸局勢緊張 那麼鄭文燦的支中派真的是一個好奇嗎 能夠緩和兩岸的緊張局勢嗎 我覺得鄭文燦當海基會董事長 也不過就是賴清德安排一個職務給他 安撫他的一個行為 我們都知道海基會事實上就是所謂的白手套 可見的以這個白手套這三個字我們來看的話 他背後來講誰在操弄白手套 也應該就是賴清德 當賴清德態度沒有轉變 你派誰去當海基會董事長都是白派的 那這個李大維講這種話 我覺得也不過就是這個此地無銀三百兩 故意講這種話 當然我不否認和平是兩岸共同的目標跟願望 但是問題是和平後面那兩個日 是不是兩岸共同的目標 那就相差了這個180度 十萬八千里 這個解放軍大陸來講的話 他和平後面兩個日是統一 對不對 我們後面兩個日是什麼 這個賴清德你是不是希望說和平獨立 如果說你能夠做得到嗎 對不對 我們我們都知道和平是大家兩岸共同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我覺得兩岸共同語言 這個習近平在上次接驗馬英九的時候 已經講得很清楚兩岸現在共同的語言 他沒有說堅持你要這個一中共識 或者是說九二共識 但是最起碼他講是中華民族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是你認同中華民族 這才是兩岸共同的語言 那怎麼樣來做到認同中華民族呢 我覺得最基本的你從 就是108課綱你要從這個課綱來下手 你不要再繼續讓這個年輕人 這個斷絕整合中國的一個歷史 一個中華民族一個命脈 你從這邊我們就很清楚看到你 你準備從教育方面來切斷年輕人 跟大陸之間血脈相連 這大家都是共同民族的 都是中華民族的一脈相承的一個道理 所以我覺得兩岸共同的語言 不是和平兩個日 因為和平後面連接的兩個日 其實對兩岸來講是隔了一萬八千里 一個是要和平統一 一個是要和平獨立 那事實上這根本就是在那邊亂講 但我覺得兩岸共同的語言 現在如果說是 上次習近平接見馬英九的時候 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不再堅持說你要講九二共識 但最起碼你要認同中華民族 讓後代的子孫來決定 要不要應該兩岸之間 應該用什麼樣的政治方式 來走向一個共同的和平相處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從教育方面來著手 從中華民族這四個日 共同認同來著手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 當你賴清德用了一個台獨的教育部長 用了小野這種台獨分子當文化部長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對岸來講也看得很透 他絕對不會認同你這些事情 因為如果說你在教育方面 在文化上面已經徹底要切斷中華民族 這四個日來講的話 我覺得後續來講就不可能有任何空間 那鄭文燦你今天你要 你不要說是認為說自己能夠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你什麼份量也沒有 也講不上話 你在對岸來講的話 根本就是把你當作一個傀儡看 事實上海基會本來就是一個傀儡 當你這個國家領導人的政策 認同你的這種想法的話 你當然可以發揮扮演你的角色 但是當國家領導人不認同你的想法的時候 你不過就是一個傀儡 因為海基會講的平白就是白手套 那今天鄭文燦今天會放這個位置 是因為你 我們都知道因為這個 這個你當初 因為不管是這個你的學倫案 對不對 你的這個論文案 這個作假 或者是說你這個當初協助 在桃園市市長的選舉落敗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本來是應該要接行政院長 你接不到行政院長 不過就是賞你一個位置 你不要在那邊自民得意 認為說我到海基會 我可以發揮那個任何的功能 其實你任何功能公用都發揮不了 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在賴靜德的想法 那今天很明顯的賴靜德 以他的個性 以他脾氣 以及他在這個就職演講 所講的那麼清楚 那麼明白的新兩國論來講的話 立刻在他就職以後的第二天第三天 引起解放軍的圍台的這種軍演 我覺得從這方面我們都看得出來 你今天賴靜 鄭文燦 當任這個海基會的這種董事長來講的話 等於說是只是不過就是賞你一口飯吃 跟你一個職位 這個位高權根本就沒有 這個也不重要 不過就是擺在那個地方擺個樣品而已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們都看得很明白 那李大偉你也不必在那邊捧他 講這些話 我覺得什麼自中派 這個閱讀洪書就叫做不排斥中華民國 那什麼叫做不排斥中華民國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中華民國 那誰在排斥中華民國 是賴清德在排斥中華民國 那不是初選你民進黨 你講這種話 不排斥中華民國 是不是初選你民進黨 你整個就是在排斥中華民國 除了如果照你的這種邏輯來講的話 除了鄭文燦 你所有的都在排斥中華民國 你要曉得賴清德 你今天是畢竟你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的頭銜還是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那你怎麼會是你全黨都在排斥中華民國 你講只有陳文燦一個不排斥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真的是 如果說是這個講這種話 說綠營裡面這個少見讀洪書的 那什麼叫做洪書 我覺得這東西你今天民進黨 你要不要定義講清楚 那如果照你所說的話 我們都是讀 我們如果說是讀中華民國歷史 我們都是讀傳統的這種 這個倫語孟子或這些 是不是我們都在讀洪書 你這話要講清楚嗎 尤其是說這個我們知道 北女那個老師對不對 他特別講出來 當你要切斷108克鋼的話 你是不是代表說讀傳統的古文官職 讀傳統的唐詩宋詞 這些都是在讀小紅書 那我個人認為說這次來講的話 這個陳文燦擺海基會董事長 不會就是賞他一個位置而已 那起不了什麼作用 因為對兩岸和平兩岸的進程 沒有發揮任何功能的一點的空間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KLOK 頂多快點購,攻劃 不健康下單 靠近 靠近 by bwd6